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VBS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一欢 我们先跟大家一起介绍 今天跟我一起对谈的记者是珍宜 一欢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跟珍宜要先来谈论到的话题 还是先从这个乌俄战争这边来看 最近乌俄战争这边的战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很常在聊就是他们前线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其实最近在网络世界也有发生这个有点 小小的对小小的意外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知道其实俄罗斯他们的骇客的功力还蛮强的 常常美国跟俄国就是在这个较劲他们 如何去骇入对方的选举等等之类的 但最近俄罗斯骇客有做了一件事情 让在乌克兰的外交官有点吓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是在这个今年4月的时候呢 有个波兰的外交官他想要卖车 他真的想要卖车 他想要把他旗下一个二手的B&W给卖掉 那他就有就是有发这个email广告传单嘛 结果呢 这个东西被俄罗斯的骇客看上了 结果他就把他的这个传单呢 就是才篡改 就是把他的价钱压得很低 一辆这个B&W他把他价钱调到大概台币26万元左右 你就可以来跟我买了 他就把这个假的传单呢 到处去乱发喔 发给了大概至少基辅80个外国代表的机构喔 结果这样一发出去 结果很多人看到那个这个这么便宜的B&W 哪里买啊 就是会有兴趣去点进去看嘛 结果没想到一点进去就中了这个俄罗斯骇客所布下的这个计喔 就是有这个恶意软体就会直接跑到你的电脑里面去了 所以说大概至少有22国的使馆工作人员喔 是成为这个间谍活动的目标啦 那发动这一起这个广告骇客的是谁呢 就是俄罗斯的叫做APT29 就他们又有称为叫做舒适熊的这个骇客组织 他们就是在这个广告里面迁入恶意的软体喔 但是俄罗斯方面对这件事情是并没有 没有做任何的回复喔 而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喔 他是想说根据这个网路技术安全局的分析 目前是没有影响到美国国务院的系统或是账号 但是这已经让这位波兰外交官觉得天哪我好倒霉喔 对啊他就是莫名成为那个剑拔 因为一开始他要卖车 对而且他是真的要卖 他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 那最后这个波兰外交官是说 他现在这辆B&W也还没有脱手 但是他已经不敢说要在这个乌克兰基辅这边卖 他打算看看能不能够回波兰再把它卖掉了 所以这个是蛮另类的一个网路战争喔 没有错好那大家知道说 其实先前这个乌俄战争 他们这边啊打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这个瓦格纳佣兵集团他叛变嘛 那这也让这个俄罗斯总统普钦相当不开心 所以他在今年6月的时候啊 俄罗斯总统普钦他就派人到这个瓦格纳 他们的这个普里格金他位在圣彼得堡的豪宅跟办公室来搜索 那这个搜索状况其实有一个大重点就是这张照片 大家在看这张照片会觉得说好像像是一间医务室而已 对不对看像是医院 对但是其实这间医务室是位在这个普里格金他的豪宅里面喔 哦他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吗对根据这个俄罗斯这边的这个独立媒体来报道 他是讲说这一间普里格金他家中的医务室啊设备相当的齐全 里头有什么呢有重症监护病房人工呼吸器还有氧气浓缩器 所以其实你从这几项这个器材来看的话 你应该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是有可能是因应当初这个新冠肺炎比较严重的时候要来做治疗 因为可能他们这些有钱人会担心说医院可能爆满啊 要是你真的罹患病或者是那个病比较严重的话该怎么办嘛 所以有准备这个医务室这样子 不过啊也有一些这个瓦格纳集团的前员工 他有针对这个独立媒体来说 他说其实普里格金他的腹部区域已经罹患了癌症了 那他说他其实前段日子一直长期的在接受治疗 不过他说其实这个治疗蛮长一段时间 现在这个癌细胞已经停止扩散了 不过其实在这个瓦格纳集团他们叛变了之后啊 很多人会就是不知道说普里格金现在人到底确切在哪边吗 那最近就有一个消息有指出说 诶普里格金现在人位在这个圣彼得堡索加斯医院 那他在索加斯医院里头做什么呢 其实这间索加斯医院他是这个普亲女儿名下的产业 那普里格金他去到这间医院 他其实是这间医院的超级VIP 所以他现在这间医院里头可能是在接受治疗 那他其实没有用他普里格金这个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就发现说先前他们在搜索他的这个豪宅的时候 有发现一本假的护照 而这个假的护照呢 上面的名字是他的化名叫做德米特罗盖勒 那他们说现在普里格金疑似就是一样用这个化名 到这间医院里头来接受治疗 不过其实这也都只是相关的传言 因为还是没有人知道说他到底人在哪边 现在状况怎么样子 但是他身体可能跟他的老板普亲一样 都会被怀疑一直被外界怀疑说是不是不太好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是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 这个其实美国的总统拜登之前就有说 他要提供这个急速弹给乌克兰 但是被这个前总统川普说你这样一直给下去 很可怕会把美国卷入到 甚至可能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子 那这个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 他对于这个北约在这个立陶宛开的峰会呢 他其实抱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 但是其实还没有得 还是没有得到说大家允许他入会的这个承诺 那在这个峰会的最后一天呢 其实泽文斯基的态度也从这个原本的很气愤 他是有逐渐转弱转软 他是感谢各国的帮助 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潜艇指挥官呢 在最近呢就被发现说他被暗杀 且是因为这个慢跑的APP被锁定 所以说这个暗杀的这个画面呢 最近被公布了 而且呢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说 疑似有一名这个凶手的男子呢 就是骑单车尾随而将他杀害 穿着蓝色T恤慢跑经过 这是俄罗斯前舰指挥官勒日司机生前最后画面 在俄罗斯调查单位公开的两段监视器画面中 勒日司机后方都有一位戴着渔夫帽的单车骑士尾随 恐怕就是凶手 枪手很可能透过勒日司机慢跑APP分享的路径埋伏行凶 而在立陶宛北约峰会落幕 原本因为入会资格生气的乌克兰总统泽随斯机态度软化 另外英国防长华勒斯爆料 去年看到乌克兰军援愿望金单时 告诉对方英国不是亚马逊购物网站 希望乌克兰懂得感恩 泽随斯机这样回应 他对方英国防团经历 G7整体承诺安全保障 法国和美国也确定或考虑援助长城飞弹 欧盟也即将帮忙训练战斗机飞行员 G7坚定挺污 立场不动摇 其实这个乌克战争现在打到这样 很多人会觉得说这已经不单单只是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两边的战争 有可能已经牵托到很多这个西方国家 或者是中国大陆这边的私下较劲这样子 那最近就有消息指出说 俄罗斯总统普钦他预计在10月的时候 会到中国大陆来拜访主席习近平 那对此这个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 他也说现在是保持俄中关系 高速发展的绝佳时机 他说其实这个双方可以来讨论 这个双边经贸合作或是全球问题 他言下之意就是有点证实说 确实这个普钦10月会去拜访这个习近平了 那其实这个先前前俄罗斯驻中大使 他也有提到 他说其实大陆是邀请这个普钦来参与 这个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 那针对这部分 其实习近平他在这个月10号的时候 跟这个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会面的时候 他有说到 他说其实目前发展这个中俄关系 是基于各自国家跟人民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 他也表示说他愿意未来继续跟这个俄罗斯 来发展良好的伙伴关系 其实可以从这个 他们双方现在这边的态度来看 中国跟俄罗斯他们是真的来维持这种 盟友关系 希望可以成为彼此的这种最佳后盾的感觉 这个北约除了领袖有开会议之外呢 其实他们的外长也有开会 那北约的这些外长开会的时候 他们有提到的是中国所带来的威胁 而在他们开会的同一天呢 其实大陆的这个中共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 跟俄罗斯的外长以及印尼的外长 他们有举行一个三边的对话 那他们除了谈到能源安全的领域上面的合作之外呢 也可能谈到就是刚刚这个义欢所提到的 俄罗斯总统普钦可能会去中国大陆出访的议题 简单的握手寒暄 大陆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印尼外长勒特诺 利用东协外长会在雅加达举行的时机 举行三边及双边会谈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安排 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北约外长峰会的第二天 双方隔空喊话 有点各自拉朋友圈互别苗头的味道 中国拒绝献杀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向台湾发出威胁 并且以前所没有的速度和规模对核武复现代化 中国关系下一个备受主目的举动 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传出将再次访问中国大陆 出席10月份将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 对此二方表示只要行程确定就会对外公布 但大陆外交部则没有具体回应 TV新闻肖映强 庄志伟综合报道 最近我们看到国际新闻上面有很多天灾出现 而且不是只有欧洲或是美国等等之类的 很多地方都有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美东这边 美国这边千年一遇的暴雨 这个水整个是泥水冲到人家家里去 非常的可怕 那印度这边也是刚好是这个阵风这个季风雨的季节 有造成的洪灾酿成至少22人死亡 日本的九州同样也是遇到梅雨造成的土石流 至少有6人死亡 这些这么多的这个天灾 其实当然大家就想着说 气候变迁 对跟气候变迁是有关心的 那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越来越严重呢 主要是说其实这些这种风暴是在温暖的大气中形成 所以说变成极端的降雨变得比较平凡 为什么说跟温暖的大气中形成有关系呢 因为科学家发现其实你只要每上升摄氏一度 这个大气中的增加的水分呢 就增加了7%左右 那从1880年到现在呢 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 摄氏1.1度 所以说你上升的温度越高 所以大气里面所含量 可以带夹带的水分就变多 所以导致说这些 说突然很热 结果热完以后下的雨又是来得又猛又急 这个雨是非常的强大 是跟这个有关系 那这个气候学家也想说 其实我发现说这个天灾 极端天气造成的灾害 好像也有点 好像对富有的国家比较好 就是说其实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方 并不是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 反而是这些比较贫穷 然后基础设施比较弱的地方 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是最大的 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国家 他们的基础建设做的比较没有这么完善 所以可能在一些排水设施上比较没有这么好 那其实我们刚好提到说 美国东北部像是这个佛蒙特州 最近因为好雨 所以酿成这个近百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那他们接下来这一周可能会再下暴雨 所以让民众相当担心 不过同样在美国 除了这个佛蒙特州之外 其实有点两样情 像这个佛州到加州 他们最近则是这个热浪笼罩 他们说已经出现大概涉事38度的高温 温宏黄水冲垮 桥梁美国佛蒙特州遭遇严重豪雨 引发近百年来最严重洪患 惨况仅次于1927年的佛蒙特大洪灾 现在天气终于放晴 一百多名紧急撤离家园的民众陆续返家 所以退时退了 道路还没抢通 更头痛的是满地淤泥怎么清理 不过因为天气还是不稳定 本周还可能出现强降雨 国民兵警戒中随时准备撤离居民 只是美国这一半水深 另外一半则是火热 佛州动物园里的棕熊 在碎冰上当躺平族 热浪让西岸变成大烤炉 高温设施37度 家常便饭 靠海的佛州跟加州之民 干脆成田窝在海边消暑 就连习惯火场高温的消防员 也热到狂喷汗 内陆的亚利桑那州 已经连续12天超过43度高温 这个周末 美国西南部的其他地区高温 恐怕都会追上这个纪录 推陷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